12月19号 记者在位于北京西城区的 华润医药物流中心看到 配送人员正在将城乡的莲花清温装车配送 仓库中工作人员正在马不停蹄的进行药品分装 杨帆就是其中的一员 最近一段时间 他的工作量较过去相比显著增加 最近这个工作时间一直比较长 就是大概是从我们9点开始上班 也一直每天大概都要到半夜吧 本层最近差不多每天四五千别 跟之前相比多了三分之一吧 多的时候像周一我们今天发货量比较大 大概最多能到八千到一万差不多 一直在坚持 然后为了这个保供 也是为了这个北京市的这个整体 第一时间把药送到 也是为了让顾客尽快吃到药 与杨帆一样 在不同岗位上加班加点的员工还有很多 自北京出现药品短缺情况以来 华润医药物流中心积极协调货源 坚持24小时不间断配送 保证药品最快速度到达居民手中 从12月1号开始到昨天 我们已经完成了1170万盒的药品配送 那么涉及的我们的莲花清温是620万盒 我们的蓝青口服液是26万盒 那么退热类的兑鲜胺积分 还有我们的部落分加在一起是100万盒 我们整个这个物流的吞吐量 我们原来是每天是3到5万件 我们现在今天要出库的就要400多万件 主要就是这个抗病毒类和退热类 我们现在的到岗率只有40% 但是呢我们也是调用了集团所有的力量 我们所有的舱里的同志们都是24小时 分两到三半道 从这个货物从车上下来 一直到送到中端手里四个小时完成 据介绍华润医药商业北京大区物流中心 位于市中心 库房总面积30380平方米 覆盖北京近300家23级医疗机构 2200余家社区中心站医务室等基层医疗 和3000余家零售药店 上周那段时间确实是一度非常紧张 从这个周末开始可能稍微会好转一些吧 因为确实也是市里区里 也都是在积极在调配药品 包括他们的配送商 周六可能调了2000瓶的布洛芬 然后今天上午又可能调集了好多这个莲花清瘟 可能比过去情况有所好转 但是我觉得可能总量还是相对还是不足 还是达不到这个就是随要随有这种状况 也只能保证我们发热门领的病人这个用药 其他的可能有些没有症状他想开药的可能 确实现在暂时还不是完全能保得上 12月1号至18号 华润医药商业北京大区物流中心 已为北京市16个区县5000余家客户配送防疫药品 目前我觉得这个状况可能还要持续一段时间 就是大家现在工作越来有序 包括北京市安排的这个北京市药监局的专班驻厂 给予我们企业很大的支持 昨天北京市交通局也派了专门的这个交警 来帮我们来维持这个道路的交通保持这个顺畅的状态 也助力我们能够把药品尽快送到老百姓的手里